欢迎回到情报现场 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访问一个这么会演戏的人 所以让采访者都开始觉得有点皮皮刺 不知道我要问什么 因为我有点担心说我问的东西 他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假 他在演戏还是真实 因为演员就是这么厉害 他演的又像真的 真的说又像假的 所以我想还是把这个时间给李立群 因为他实在太厉害了 我们都知道他演的什么像什么 他抓得住戏抓得住人生 那么所以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在想 我到底要问他什么 或者想让你自己问自己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称职的记者 你会问李立群什么问题 就将心比心 如果我是一个很称职的记者 我相信在我做记者的一些经历里面 用我的经验去问他 大概差不多了 我如果做记者所面临的困惑最多的事情是什么 困惑最多的时候是什么 我孤独的面对我自己的时候 长不长 我孤独的面对我自己的内容是什么 差不多这些东西来相对的问对方就差不多了 太好了 所以李立群准备要告诉我们下面这些故事 他怎么样把他家人放在加拿大 然后他在大陆漂泊 也把台湾的观众抛弃 应该说台湾观众没有给他更多的机会 台湾的演艺界给他更多的机会 那其实我们很关心这些年李立群过得好不好 蛮好 感谢老天 比较辛苦 对 辛苦都是还好 所以跟家人聚少了一多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代价很大 没有办法弥补的 所以我只能用煎熬跟荒废来形容它 但是我跟我太太就是拜电话之次 以及现在的网路电话之次 我们可以打三个钟头电话免费 我们经常可以打免费电话 我记得没有这个设备 以前我们以前的电话经常都是 很容易就超过飞机票 但他来不了 他要带孩子 那时候孩子在台湾 然后这六年我们到加拿大去了 孩子在那边念书 然后差不多再过个一年半吧 我们俩就可以不管三个孩子了 都独立了 我们俩就可以老在一块 我拍那我拍戏去哪 他跟在哪 或者住哪里定点 看不看你的戏 以前看 现在没有机会看 偶尔看看光碟 我在大陆这十五六年来演了 演了还真不少戏 那再要不要跟我们比较一下 这个大陆那边你在演戏的时候 你感觉到给台湾的演艺界 有什么样的提醒 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 什么东西都跟那句话差不多吧 就是如逆水行舟 不进这对 那么电视剧这个行业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真的是进入WTO了 那么你其他的演员的培养的 这些配套的问题 如果也跟着成长的话 那当然不辜负过去的电视剧 所滋养我们的营养 所给我们的文化 我们不辜负过去的电视剧 给我们的一些力量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配套措施 你只顾得电视剧事业的 这个容易买容易卖 不要亏本为原则 而忘了本土的演员 可以发挥出本土色彩的 这些演员的一些日渐凋零 如果你没去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电视剧 电视公司的这个使命感 就有点问题 演员我并不赞成有什么使命感 就如同画家 我也不赞成他有什么使命感 但是电视公司这样的单位 教育部这样的单位 或者媒体这样的一个东西 还是不能丢掉使命感 那你现在讲的是电视剧的部分 那么舞台剧 你觉得两岸之间比较 我看台湾的舞台剧 在大陆也是很受欢迎 还是有不同 还是有不同 简单的讲 大陆排气的方法 跟台湾排气的方法不同 因为排气的方法不同 就好像你做饭的方法不同 所以出来东西就不同 你在圆山饭店那样的一个火炉里面做饭 跟在走廊底下泡一包泡面 都是吃的东西 这两者的方法不同 所以决定的东西就很不同 举个例吧 就是圆山饭店跟泡面 圆山饭店要做一道菜 要花多少功夫 在大陆排气排的很讲究 没有谁是泡面 谁都是泡面 谁都是讲究 谁都在花时间 但是每一个海峡两岸的舞台剧的不同 取决于他们怎么排气 我讲的比较广 我不要去讲单一的笼统 某某剧团怎么样 某某也不需要 因为两岸的人都是一样 你排气的方法不同 你演出的结果就不同 那观众呢 观众有什么不同 观众享受到的东西就不同 观众很容易被你忽悠了 观众是最容易被骗的 但是观众也最不容易被骗 时间长了以后 像我们演那个 《敦峰对决》我跟金士杰 演那个《莎士比亚剧》 《奥赛罗》 有几个年轻人就在 那个艺术杂志上批评 我们演的不好 我一看 哎呦讲的完全对 好没好 真的是不好 但我有在继续的改 我一直努力的改 我是演出到最后一场 都在改的人 我不是说戏上台了 就无法改了 我还是能改的 我就一直改 但是你很容易看到别人 还是有这么雪亮的观众 一句话到底 OK 而且还很年轻 不错 说你演的戏 哪里哪里有问题 你立刻同意 所以在整个来讲 你觉得两岸都有一些 真的内行人去看戏的 内行不内行 无所谓 看戏是一个享受 你内行也好 你不内行也行 你最好内行 你内行我就被逼得 非得专业一点 你要不内行的话 这些人也够懒的了 而且精致的艺术 需要有精致的观众来培养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精系 为什么越来越视为的原因 因为懂精系的人 也越来越少 观众也要培养 你个人是 因为人家说土法炼钢 就是后来 音源纪会进到表演这个行业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术 教育出 像戏剧系表演戏这样的 你觉得它的差别在哪里 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努力 戏剧系这些学校 我没有一一去看 但是我的朋友都在各学校教 包括台湾的几所戏剧学校 包括台大的 包括台北一大 还有过去的国立一专 包括大陆的北京电影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 上海学院 以及军队里面的 各种培养戏剧的人在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种现象 就是这个炉子里烤出来压 跟那个炉子烤出来压味 因为火候不一样 所以就不一样 因为这个学校的师资不同 跟那个学校师资不一样 教育出来的学生也不一样 因为这个学校的师资多年不变 所以他们学校出来的 学生表演的模式越来越像 越来越像 一看这是中系的 这是上系的 这台北一大的某种调调 是感觉得到 就是他学习的痕迹 还是会有的 但是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启蒙教育 最重要是当你投入了 表演的大海里面 跟上一代的人 跟下一代的人 跟平辈开始混合起来 作战沟通合作的时候 你产生的进步才会 成长才会更明显 所以如果有年轻人 他们想投入表演这个行业 你的经验是 比较你自己在这中间摸索的 而也有一些是科班出来 你会怎么样来劝他们 进入哪一种学习的管道 不管你是科班不科班 但是你那个 现在的科班 跟精细的科班 是两码的事 精细是连打代码 专心的练 从你九岁开始练到十五岁 这七年八年的做科 这个叫科班 现在的科班也就是大学四年 学学表演 比不会表演的人会表演一点 你真正的表演能力 其实还在牙牙学域 所以不管是科班还是不科班 从事这一行以后就是 小小小星星 专心做事 然后别忘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兴趣永远会让你把心放在这边 你心愿放在这边 你就会有把各种东西 这种资讯各种方法都会被注意 如果你演完戏 你就去开始抛夜店 开始去玩一天 玩一天两天也就算了 玩一年两年 五年六年八年十年 那到最后就是 那个精细圈里讲了一句话 就是当闻的嗓子一坏 捂的功夫一扔 那时再呼朋友 一个也不应声 这是以前古代一个福联城 很出名的福联城剧校的孝勋 可是人生经验 当然也是有助于他表演的深度 对不对 当然了 表演是一个可以简单到 让三岁小孩都可以演得 让大家哈哈笑的东西 也是一个可以拥有 高深的学问的东西 走到最后你走哪一条路而已 最后他混了十年八年回来以后 他的人生经验 说不定使得他演的东西更有声 还有你对表演励志了没有 励志 对励志了没有 如果你对表演励过志 过一段时间你会问我自己 什么叫励志 以前想的励志 跟现在想的不一样 好 那么现在想的励志 你到底励了没有 就像发心一样 什么叫发心呢 懂了以后 那你发了没有 没发 那你怎么还不发 我不敢发 发了之后不是丢掉很多东西吗 或者是我发了三天以后 又回来了 就是励志三天以后 你又回来了 或者发心发了三天以后 你又回去了 守五戒 不能那个不能这个 守了三月 到最后全破 也有可能的 人就这么滚滚来滚来滚去 好我们现在看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典范 就是李立群在我们的中间 他也许没有发心 不过他一生都投在表演的事业中间 我想观众朋友中间 对于表演有兴趣的朋友 不管是您在进到表演的学校也好 或者是从这个行业 我想最重要还是要有这个热忱跟兴趣吧 兴趣是最重要的 就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表演者 像李立群这样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讨论 嗯 那个 的